1月17号,为期40天的春运正式启动,新疆铁路部门坚持助劳铁路疫情防控防线,灵活安排运力,持续提升站车服务品质,实现平安春运,有序春运,温馨春运,让旅客体验更美好的目标,为旅客营造温馨舒适的出行环境。 记者在乌鲁木齐站后车厅看到,今年的旅客与往年相比明显变少,从旅客安检,后车到检票,站台后车等工作人员在各个区域职守提供温馨的服务。 春运期间,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92.1万人次,日均7.3万人次,客流增量主要集中在江内各条线路。 新疆铁路部门把疫情防控工作摆在首位,坚持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相结合,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加强民生物资,防疫物资及电煤保供运输,提供可靠运输保障。 为解决冬天旅客春运出行过程中,避免了受寒受冻,我们提前营业时间,提供了旅客便捷近站的快捷通道。 在咱们旅客进入后车厅以后,我们设置了和以往不一样的重点旅客送站通道,同时我们和地方交通运输部门对接联系,成立了咱们铁地连运的运输机制。 在购票服务方面也推出了新的举措,进一步方便旅客办理退改签和后补购票。 延长退改签的服务时间,互联网提供24小时退票服务,扩大自助退票范围,提供更便捷的退票方式,优化后补购票服务,后补的截止时间最晚到开车前的两小时。 乘坐动车回兰州老家过春节的张文晴告诉记者,防疫措施很到位,整个乘车过程让他感到舒心放心。 这防疫做得还相当不错的,都井然有序,带了很多的便捷。 春运首日,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乌鲁木齐公安处还在乌鲁木齐站开展平安战车路金顿护拧行主题宣传活动,为后车旅客开展反诈宣传。 多位书法名家在现场书写春联送给旅客,为旅客回家之旅增添了一份节日的喜悦。 记者从新疆机场集团了解到,结合当前疫情形势和对春节客流量情况的分析研判,新疆机场集团制定春运保障方案,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加大航站楼等公共区域消杀评次,积极推广应用智能化自助服务, 加大智能感应设备运用,优化行李领取流程,避免聚集等待,减少人员接触, 同时及时补充工作力量,合理调配应急供给,切实提高旅客通行效率。 据了解,2022年春运期间,新疆机场集团预计运输旅客270万人次, 货运1.4万吨,运输起降2.8万架次,较2021年有小幅提升。 春运首日,预计运送旅客为40321人次,同比增长47.03%。